那这个多层的这个架构 我们大概了解一下的概念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类别的继承 这边先来了解要有关副类别 那在Java的这个宣告继承 值类别前 我们需要先有一个副类别来继承 比如说呢 我们这边先定义好一个副类别 叫这个person 定义个人的基本资料 那宣告类别 如下面所示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 第一个呢关键字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这个class 这边的话我们一定会是一个 这边我用这个 这边先 这边先 比如说这个地方的话 一定是一个person 那前面一定是class 当然前面一般也会给一个修饰值 这修饰值有可能是private 或者是public 那这个修饰值 但目前如果你不给的话 它要预设就是说 一般就是说预设的话呢 它都可以被继承 如果你没有设为private的话 那另外呢 它里面还有所谓的成员变数 成员变数里面包含就是说 它里面有个ID 然后有个name 有一个hite 有的是它的身份字号 跟它的姓名 还有它的身高 那另外的话呢 我们定义里面 比如说有四个方法 这四个方法 比如说setID setname 还有setheight 跟那个personinfo 我有这四个方法 所以这边的话有成员变数有三个 就上面三个 那成员方法有四个 或者底下这四个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建立好一个 这一个person的class 这个就是负类别 负类别的定义 定义好之后的话 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样去继承 一般关键字就是在这里 关键字呢 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 可以给它 值类别名称 比如说叫student 前面就是class student 然后呢 加上一个extense 这个extense的关键字 那extense是什么 extense person 就是刚刚我们定义好 那个负类别之后 我们可以拿来做继承 那关键字就在这里 所以如果说你将来 建立好一个类别 你要做继承的话 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做 那这个范例里面的话 比如说我今天呢 刚刚有讲到这个地方 class student is sent person 那这个是我们宣告的方式 那这边的话 比如说person是一个负类别 当然你也可以什么 class 除了student是吧 还有teacher teacher啊 或者是什么sales person sales person等等 就是各类的类别的人 你可以继承person 那里面的话 你当然还可以定义什么呢 以这个学生student 类别的宣告为例 他的宣告如下 比如说他里面内部 还可以private 就是内部的student 本身的这个 比如说我们 还可以再宣告 他的成员变数 比如说他的grant 他的成绩 或者是底下的话 还可以加上什么呢 这个student本身的什么 这个是什么 建构值 建构值里面大概可以定义 要有几个参数 比如说这边的话 有id 有一个n n的话 也许是一个name 然后h也许是一个hite 或者一个score 它的成绩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定一个 这个建构值 可以参数 参数的话 可以借由将来 如果你要宣告 实体化这个student词的 类别的话 那将来就可以 透过参数 团地这四个参数过来 最后的话 还可以再建立一个 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 比如说叫student info 大概会有这几个东西 这个是他的成员变数 它这个是建构值 再加上他的 所谓的成员方法 里面 这个就是所谓的 词类别student 那他extense person 所以他extense person的话 他也拥有 这个 这个 这个复类别的 这个 这个 比如说方法 跟他的成员变数的 使用权限 那怎么去使用 这里的话 我们来看 这边一个类别图 student继承person 那这个 接下来的话 有关于 继承的存取限制 它的限制 存取限制这部分的话 我们大概看一下 这个也非常的重要 在你使用这个 复类别的时候 那我们有一些 相关的权限 要特别注意 第一个的话 类别 它可以继承 复类别 的所有什么呢 成员变数 和方法 特别说 因为刚刚的那个 person那个 复类别 比如说有 四个 成员变数 应该是三个 成员变数 跟四个方法 但是呢 在存取时 仍然有一些限制 有哪些限制 特别注意 不能存取 复类别宣告成什么 private的成员变数 跟方法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说 你复类别里面前面 有那个修饰词 是private 在前面的话 很抱歉 你纸类别 都不能存取 好像刚刚有同学 问到 对这个题目 有没有 就是如果 你的复类别 person里面 有宣告 private 就不能够 去做存取 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 第二个就是说 复类别的建构值 不属于什么 类别的成员 所以 此类别不能够 继承 复类别的什么 建构值 也就是说呢 复类别里面的建构值 我们不能够 把它当成成员变数 或者成员方法 来做存取 所以这一点要特别 那个是 复类别自己的 建构值 跟此类别建构值 是没有 没有关系的 所以只能复教 复类别的 只能用复教的 你只能用复教 你不能够 去存取它 那这地方的话 前面 好像我们 在等一下的 章节里面 还会再提到 如何使用 复类别的建构值 OK 大概有这个 这些观念 要特别注意 那等一下的话 我们来实际上 做一个练习 这个练习的话 第一个 就是我刚刚讲的 请各位 第一个 建立 实际上建立 一个class 那等一下建立 这个部分 你的专业名称的话 名称的话 就是5-1-2 5-1-2 CH5-1-2 那这个 这个 这个翻例里面的话 我需要 各位看到的 就是在里面 帮我建立 一个 第一个 建立一个class 那class的部分的话 里面就是会有 三个成员 成员变数 三个成员变数 跟四个方法 我想大概 各位大概稍微记一下 因为这部分的话 主要就是 第一个就是 ID 就是 ID的部分 成员变数的部分 就是一个ID 那它的 资料形态是印证 那前面的话 用private 那我刚刚讲过 如果付类别是private 抱歉 这个ID呢 就无法被 此类别 给存取到 OK 但如果你要让它 存取到的话 很简单嘛 你把private 改为什么 改为public就好了 第二个的话 就是它的nam nam的部分的话 请宣告为street 宣告为street 再来的话 身高的部分 因为身高我需要 小数点 所以宣告为double 前面这三个成员变数 前面呢 都通通帮我 加上private 就是私有的 不能给其他 这个既成的 既成的既成别使用 OK 那再来的话呢 建立四个public public的一个方法 这三个 这个三个方法 名称分别是 用setID setName set 害者 就是身高 身份名字号 跟姓名 还有它的身高 那后面传进来的 参数部分的话呢 当然就是 int id 然后sdrn 跟一个double h 那后面的话 我们这地方的话 如果要存取id的话 虽然上面是private的 不过我们可以通过list list指向什么呢 指向这个id 去给它一个id的值 去设定它的id 它的身份字号 list.id等于id 再来name的部分 就是name等于传进来的这个 也就是说呢 将来做存取的时候呢 可以透过setName 去存取上面的这个 上面的这个成员变数 然后height也是一样 透过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去setName 另外的话呢 我们在底下的话 第四个 第四个这个方法的话 是person info 就是个人资料的 相关的资料 相关资料就是要把 相关资料怎么样 把它print出去 print出去就包含几个就是 字号加上id 这个id部分就是我们set的这个 我们给的身份字号 然后身高体重把它print出去 这个是负类别的 第一个我们负类别的 要建立的相关讯息 包含就三个成员变数 跟四个方法 四个方法 那成员变数部分的话呢 这四个请宣告为private 其他的话我想这个部分 各位可以先把这个部分先 第一个先incass 那建立好这一个负类别之后的话 那第二步就是怎么样呢 就是要让子类别去做继承 那子类别要如何继承 也请各位实作 就是这个我想你可以把程式 写在1到7行 我大概就是写到前面 然后面的话呢 就是18到33行的话 就是做一个inscent继承的动作 比如说我已经建立好一个person的负类别 那我要怎么样给student这个负类别继承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说在第18行开始 就是建立一个class 这class呢 它的名称叫student 然后呢 后面一个关键字就是什么 instance person 我要继承上面的这个person ok 这样就继承 接下来的话呢 我里面呢 这个有几个重点 就刚刚所讲的 有三个部分来看 第一个就是我宣告一个private者 一个私有的这个 他的成绩 grant 那这个成绩的话呢 当然第一个 这个是成员变数 是指类别的成员变数 第二个的话就是什么呢 第二个是 我要建立一个这个建构值 那建构值的名称 我们前面昨天有讲过 就是名称一定要跟 类别名称一模一样 所以就是student 然后后面的话传四个参数 一二三四 后面也传什么呢 id 跟sync n 跟double h 还有intergrant 这个intergrant的话 就是要传一个成绩 所以要传四个东西进来 包含 声音字号 姓名 身高 跟他的成绩 会有四个成绩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呼叫 因为我们是继承person 所以要呼叫 部类别的成员方法 那部类别成员方法 里面有三个 那我要透过这个set 有没有 请刚刚同学问到 set是修改 部类别里面的 部类别的方法 那这个三个方法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去修改什么 修改他的 刚刚讲的 这三个方法 就是可以修改 部类别里面的成员变数 方法id 跟name 跟hide 所以呢 我们可以把这三个参数 传进来之后 前面这三个参数 再传给 部类别的方法 去帮我去更改 部类别里面的三个成员变数 然后最后的话呢 去更改成绩 因为部类别里面没有成绩 只有在自己本身 自己本身就是呼叫哪一个呢 其实呼叫des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比较特别是类似 类似的话指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自己 students 本身 那students 自己本身 点 点下去之后 会参考到哪里 参考到这个plane 好 那plane里面的话 再把传进来的这个参数 直接再丢给 丢过来之后的话 再传给 这个成员变数 帮我做 资料 先把它存在 这个变数里面 OK 大概这样的流程 这个是建构值 先一个 多一个那个成员变数 一个成员变数 然后再加一个建构值 那再来的话 就是成员方法 这个成员方法是指的是 类别 student本身的 这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里面 包含哪一些呢 第一个 就是要把它输出什么 学生资料 好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呼叫什么 部类别的方法 好 所以这个地方 因为我有继承person 所以在person里面 有一个叫person unfo 那这个person unfo里面 有哪一些呢 就是输出 身份字号 身高 比重 这三个讯息 好 所以学生资料 接下来就出 产生那个 身份字号 姓名 身高 那最后的话 再来就是什么 成员是多少 那成员是多少的话 部类别里面没有 只有子类别里面有 所以再加上 这一行 最后显示出来 才会是这个完整的成绩 因为person里面呢 没有成绩 在students里面才有成绩 所以在students里面 把它存取出来 这个地方的话 是子类别的部分 那最后的话呢 在第33行 18到33行的部分 再来的话就是底下 在34行 到47行 我这边呢 再建立一个什么 组程式类别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给它一个 组程式类别 类别名称就是 等于我刚刚讲 CH5-1-2 这边用底线 5-1-2 然后呢 这地方的话 我们从man里面 这个路口 进来之后要怎么样 要去使用 使用什么呢 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我们是使用 这是子类别 所以子类别 要做实体化 那实体化当然 我们产生 第一个student 名称叫做Joy 这个Joy 后面加一个new new的话就实体化 实体化一个student 那后面要传三个参数 因为student后面 我们有建立一个建构词 那这个建构词里面的话 需要传四个资料 这四个资料分别就是 第一个是它ID 身份字号是1234 那name的话传一个street 是一个这个名字 再来是什么 再来是身高 身高的话 因为是一个double 所以你这边输入的是175.0 175.0 或175.0D 小写的优待基础都可以 然后呢 后面的话呢 再加上一个什么 它的grant 它的层七 所以一定要传四个层七 才合法 或者你传过去会有erro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你传过去之后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在我们上面这个 这个值类别student里面呢 就会有一个建构词 去接这四个东西 1234 陈慧安 175.0 再85分 接到之后的话呢 就再丢给底下负类别的三个方法 去储存 在负类别的成员变数三个里面 再储存在列史指向 值类别的grant 然后呢 就完成了第一个资料 第一个资料 第一笔的 第一个学生的这个资料就建立好了 第二个就是 再建立一个student 这个student呢 叫jan 这个jan 然后也是一样 他是 身份照 3456 将小于150 然后65分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第二个学生资料的建立 那建立完之后的话呢 如果我今天要 更改 升高的话 那因为呢 我更改升高 我这地方呢 因为我这个jan 他是students 然后呢 students里面 各位可以看到 student里面因为 这个student的类别 它寄成person 所以person呢 里面有一个方法 叫做setheight 那如果说我继承它的话 当然我拥有 这一个存取的权限 除非说前面 他把它改为private 改成private的话 私有的话 我就不能存取 那因为他这个地方是 public 所以呢 我可以存取 那存取的方法 就非常简单 jan点什么setheight 然后呢 再怎么样呢 本来是150公分 对不对 我要改为什么 158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你就是因为 students 继承的person 所以可以去 存取那个setheight的 这个方法 所以我把里面的 那个 这个身高 给改了 那改了之后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在 部类别里面 有一个setheight 然后后面的话 因为传进来 我是一个double 然后这个double里面的话 就是怎么样呢 h传进来之后 我要去更改 什么height 那我这个height的 就是在 部类别里面 有一个成员变数 那我可以怎么办 把它变更 本来它是150的 结果呢 我把它改为158 所以height就变成158 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呢 去做修改 这个是第三段程式 那最后的话呢 再把最后的结果 把它 printed出去 就是把它显示出来 所以显示 学生成绩的话 就是sexten info 那sexteninfo 就是值类别 底下这个 sexteninfo 里面包含 学生资料开头 在负类别里面 personinfo 最后再成绩 所以会输出的结果 应该就是 显示 这地方我们来看一下 我这边有一个完成的结果 这个结果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的 这个 第 这边 那执行出来之后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执行出来的结果 学生基本资料 字号 这第一个sexteninfo 是这个 词类别里面的 然后呢 附类别 附类别的 personinfo 是这三个 那再score 就是这个 词类别里面的 有没有 所以这样的话 就把它 create出去 那刚刚 江小鱼的资料里面 有把它更改过 本来是150的 把它改为158 你可以用附类别里面的 setheight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最后结果 做出来 就像这样子 所以这个范例的话 我想应该很清楚的 让各位了解 这个所谓的继承 这个类别 这个怎么样做继承的 那之间的关联性 我想各位先 这个是试试看 把这个练习的部分 稍微做一个练习 这层次码应该很清楚了 就是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person class 第二个部分是student 那组类别的部分的话 就是去做存取 存取的话 我们关键是new一个 然后透过建构词 做资料的传递 那里面比较重要是 我们呼叫附类别的方法 然后可以去更改 它里面的这个身高 OK 再问的话 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把这个单元 第五之一之二的这个sample 稍微run一下